美酒从不独行天下 它的足迹总是伴随着许多 巍巍到来的故事 而Franco Espanola's酒庄的成长 就是Logoronio城市的变迁史 1890年 Frederick Anglande先生创立了酒庄 酒庄成立后的第二年 在此诞生了 Liamande Royal和伯根地 当法国发生牙虫灾害的时候 法国人开始在La Rioja 寻找相近的土壤 后来当牙虫灾害到达La Rioja Franco Espanola's酒庄 率先采用种植美国土生根 来保护葡萄根免受牙病的侵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酒庄的葡萄酒大量出口其他地区 当时整个Logoronio地区 是欧洲中立国首选的葡萄酒进口产区 瑞士 荷兰 挪威 是葡萄酒销售增长的主要国家 就这样 酒庄开始了勇闯世界的旅程 当然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1919年诞生了Marco Espanola先生 当然了 这是另外一段很有历史的历史 在Romanonezcon的推荐影响下 酒庄出品的Liamande 经由东方汇车远销整个欧洲 在黄金二十年代 Franco Espanola酒庄的产品 功不应求 Logoronio的餐厅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 酒庄有足够资金 购买机械设备 投放广告 并建立了第一个洗手间 1933年美国废止了进酒店 Franco Espanola酒庄穿越了大西洋 来到了美洲大陆 Royal和Liamande葡萄酒 出现在纽约各大顶级 奢华酒店的菜单上 比如华尔道夫酒店 Eblasa广场酒店 并成为各大宴席和聚会的 推荐葡萄酒 然而 当时的西班牙市场 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 酒庄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 军政府关闭了进出口贸易边境 马德里公约签订后 西班牙先后加入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出口贸易得以继续 Larioja葡萄酒协调委员会 得以恢复 Franco Espanola酒庄的葡萄酒销量 在西班牙以及全世界 取得了空前繁荣的发展 许多社会知名人士 比如海明威 造访了Franco Espanola酒庄 这里无疑是Logoronio 最具代表性的酒庄 1964年是20世纪葡萄汁量最佳的年份 美国成为了Franco Espanola酒庄最主要的市场 我们的酒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马德里皇宫的宴会 以及法维尔莱王后的婚礼上 1971和1972年 是葡萄汁量比较差的年份 而1973年 酒庄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石油危机 各大金融机构纷纷进驻Larioja 使得各大酒庄在资金上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柱 当然也包括Franco Espanola酒庄 诸位还记得那位在1919年出生的先生吗 Marco Shekisaval在1984年购买了酒庄 这个酒庄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家族企业 为促进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 Marco Shekisaval被任命为Logoronio球队的主席 成就了球队十年的辉煌 当时还有一部电影叫做金色学历酒 也是在酒庄内取景拍摄的 朝着制造想象中最好的葡萄酒的目标 Marco Shekisaval的子女Galos和Rosan 带领酒庄重新启航 自从创立开始 酒庄就一直广受好评 最近的几年里 酒庄在国内外获得了无数的奖项 通过官网和社交网络的宣传 Franco Espanola酒庄的网络知名度逐渐增加 甚至有了我们的网店 Vino Galleria 这就是一个有着一百二十五年悠久历史的酒庄 一个团结的大家庭 在浪漫的法国先生 Federic Angrade创立酒庄一百二十五年后 如今的Franco Espanola酒庄 已经飞西比 产品远销六十多个国家 凭借Diamante 在西班牙成为市场的领导者 酒庄坚定传承着葡萄酒 历史技术和文化精髓 而今日我们值得为酒庄一百二十五年的历史喝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